我们大概不到100人和上千名中国的亲共匪徒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因为这些人可能是习近平六年半没来美国 他们要好好的表现一下 或许也是因为很有可能是习近平最后一次访美 所以他们表现得非常的嚣张 他们对于不管是中国的异议人士 不管是藏人 不管是法律中的人士 还是对于香港的看法 他们都实施了这种暴力的袭击 公然的违反美国的法律 而且很遗憾的是洛杉旧金山的警察 在执行这种维持治安法也是说得非常不好 所以当然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在遭遇袭击的时候 我们也依然进行了反击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表达 我们不会屈服 所以他们昨天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还要来到这个地方 和他们对待 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发生了转移 大部分人他们已经不敢再来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待会的时候 还会到第二个地方去进行进行抗议 今天你们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习近平他们这一次A5会议 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们就持续到什么时候 他跑到那里我们就追究到哪里 昨天你们有人受伤吗 有人受伤 然后去了医院 我自己就陪着两个人去了这个医院 一个是王伟 一个是王忠伟 他们兄弟俩 然后我自己的眼镜 其实也是被他们这个背包图 抓到这个地方给踩碎的 就算是王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